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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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快 客人說要多少 我們就買多少 連喬的機會都沒有 我也不想喬了 我很怕他說我要開回家 928是一個偉人誕生的日子 所以你說這台車 是不是注定 就是我的 所以他說多少就多少 KID 誒 顧車啊 要顧車喔 一定要顧一下啦 最近點閱率對不對 認真做改裝 然後看老師傅大力漢小力漢 點閱率也是這樣而已 顧車最好做 隨便嗎一二十萬 輕鬆協議 顧車 混蛋 混蛋 不是罵你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哈哈哈哈 這個BUST 用下手是不是 你不是剛買凱月 我跟你講 男人 從小到大的夢想 不是當總統的 不是當醫生 是擁有一台 把阿力 喔沒有 但是在那之前要先買保時捷 所以你看真正的男人 一個休旅車 一台 跑車 跑車 對不對 剛好 嘟嘟後 休旅車 載大老婆 老婆小孩出去遊山玩水 敞篷車 自己開的出去兜風 沒有小老婆 沒有 沒那個命 差點就掉出來 這個老婆問你說 老公如果等你有錢了以後 你會不會就亂搞 老公說不會 因為有你在 我從來都不會有錢 這個是2001年的 欸我真的不會念 是不是叫Porsche Porsche 不是Porsche 不是Porsche Porsche的這個Bust Bust當初 它是最入門的一個車款 就是保時捷裡面最便宜的 Porsche完全要倒了 後來是那個Toyota教他 如果你要賺錢 你就應該要 共用零件 所以呢 它才出了這個Bust 它有很多的零件都跟996啊 一些其他的車型共用 這樣才能降低生產的成本 你一些側燈啊什麼 其實基本上都是可以共用 可是這樣買996的就很不爽 我花那麼多錢 要大家叫我的零件跟Bust很一樣 你如果一樣住地保 有大戶跟小戶的 對不對 其他人都是100多坪的 啊你去買那個地保20坪的 你在那個樓梯間遇到 好像矮人家一截 雖然都是地保 可是幹人家看你就是 啊你20坪的 地保小套房的 沒什麼 有沒有 地保20坪 我說假設 公堂之上假設一下 應該沒有罪啦 當時它有這個舊款的2500 那後來有2700 到最後3200 3400 那我們這一個是2001年的 有遇到一個小改款之後的 Bust的S S不是Special 不是那個EH2S 那個不是喔 S是Sport的意思嘛 對不對 它是3200cc的S版本 也就是說是Bust裡面 比較頂級的車款 好來看一下 這邊有S 這尾翼 這是一隻尾翼 這隻尾翼 時速到應該 我印象是大概80公里左右 它就會升起來 自動升起來 我是不知道這隻好的還不好 還會不會升 還會生 正常應該要跟我的功能一樣 真的High的時候 就升起來了 如果不正常 就升不起來 這個有機會再試 然後這個S 中出位款 就是雙出的 如果是一般版 就一隻而已 好啦 泰山 你都跟我那麼久了啦 你雖然是影像部門的 那不要說 要叫你看有沒有事故 你幫我看一下 引擎有沒有漏油 就好了 很簡單吧 之前拍那麼多集 鏡頭的旅體驗 什麼應該都看過 有教你嘛 引擎鞋在哪一邊 好來 我幫你拿 你看一下這個 引擎有沒有漏油 它那個開的在這邊 側邊有沒有很特別 有沒有 我這個紅賴中有看到嗎 騷 當你馬子 今天晚上 對不對 穿紅睡衣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它想要變立鬼 欸 欸 欸 它不是 喔 對嘛 引擎 喔你 不要鬆了 欸 這置物箱好不好 我們的跑車沒看過 沒關係 這個我們不會笑你的 好不好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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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漏油嗎 好 欸 有什麼 有啊 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 水箱 機油 有沒有 這邊還有刻度有沒有 這樣引擎比較容易 它這個 油尺 你看油尺的方向是要 引擎在那邊啊 欸 第一次出征 叫你看一下漏油 連引擎都找不到是怎樣 你連ending就找不到 你出去喔 報名號的時候 你說我是小師汽車的 但是我是影像部 要記得 不要說你是汽車部的 會被人家笑 它是中置引擎 在這個下面 它這個看法其實是 要把棚子喔 收到一半 這片會掀起來 好啦 我掀一下給你們看 啊你看它這個 鑰匙孔在左手邊 跟我那台凱燕一樣 好 發動 好 有沒有聽到 水平對臥六缸引擎 0到100 只需要5點多秒 現在老一點 可能要6點多 再加上駕駛 心臟不夠大 可能要7點多 大概平均值應該是7點多秒 好 這個棚子喔 這邊按下去 Place 翻開 它就側到 玻璃就直接這樣下來 這邊有一個已經被按到Lokta的按鈕 你看這按鈕Lokta 這個窗戶這個按鈕也Lokta 手插車一定要拉 它才給你開 所以它不能行進間開棚嗎 不行不行 就跟你老婆叫你說 一定要帶保險套才可以處理一樣 你行進間你沒帶也是不能處理 對所以這個保險一定要做好 然後就按 好在我按的前三秒的過程 你看後面掀開了 它的引擎喔 我們這樣開一半 那就在這裡面 這個布打開 這個有一個卡扣喔 它夾著這個布打開 引擎就在這下面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做一個特別的專題 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是要補車 人家還沒賣我們 我們在那邊玩人家的龐仔 我先把人家關好好不好 欸你看連這Mark 這Mark的屁啊 這不是塑膠的 我跟你講你如果是那個 米靈那種有沒有 塑膠的會褪色 久了就褪色變白白的 欸好啦 那就去跟車主買了好不好 欸 啊你不用看有沒有撞 這麼放心就給他買下去 我跟你講 我先去問他要賣多少錢比較重要 喔喔 這有沒有撞已經不重要了 有沒有看到Mark 是啦 有沒有看到卡錢 也是齁 雖然這個紅色已經褪色了 對 先去問車主要賣多少錢比較重要 因為這種車齁 保時捷的車主 你不用跟他講太多 你先看看他是不是 還要來欸 今天這台車他只要不賣 太誇張的數字 我都要跟他買 因為我要大老婆 跟單身狗專用車 需要 對沒有 因為我老婆會看你變 不能再這樣問 哈哈哈哈 好我先去問一下 好等一下回來 A few moments later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我買好了啦 很有時間 可以給你拍了 是喔 對啊 他要賣多少錢 他說30啊 殺價 你怎麼說 我說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 我這每天都在以身試法的 就是 沒用過的我們就想用看看 對不對 已經一台凱宴也沒用過 大家都看小師 哇小師你喜歡啊 你車那麼多 我告訴我 我講實在話 我老實話 我在這一行 苦幹實幹 從這個幾萬塊的代步車開始賣 賣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在 大部分都在賣國產車 啊其實喔 我也不怕大家笑 我也是第一次買保時捷 凱宴第一次買 Buster第一次買 凡事都有第一次啊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又不是一出生 對不對 就豪門 有這種東西可以開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買這種車 對車有興趣 對不對 弄台保時捷來 小搞搞 看看是不是想像中的 這麼難搞 對吧 啊試一次就知道啊 啊如果真的撩幾塊塊 撞不住 啊再想辦法處理就好了 300萬我們沒有 30萬我們有 叫我用300萬去試 喔 有人說小師去試特斯拉 喔 做不夠 不好意思 沒有那個實力 啊30萬出來稍微燒一下 燒一點 我們還可以 那我們就這一次 你要購多少 車子什麼都沒看 嘿嘿嘿嘿嘿 好不好 看Mark 嘿 史上最快 客人說要多少 我們就買多少 連喬的機會都沒有 我也不想喬了 我很怕他說我要開回家 沒有啦 其實我剛剛有看到 里程數只有11萬公里 所以我跟他說我確認一下 你的里程數 我查起來 如果沒有問題 基本上30萬就是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查一下里程數 欸現在有這個實在很方便 我們一直在推廣 對阿 我一直在講 還是有很多人受騙 奇怪阿 阿 很方便 欸你看 這個928有沒有看到 驗車日期阿 有 你知道928是什麼日子嗎 928是一個偉人誕生的日子 這樣 哇 所以你說這台車 是不是注定就是我的 所以他說多少就多少 喔 準的 有沒有 喔 阿011年到現在 跑11萬公里就準的 此車不買 你要買什麼車 阿雖然 30萬成交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跑時捷的車 你還是要看行情去買 一般我覺得 如果是S的 應該會在25萬左右 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我們 比合理價格高一些買 因為自用沒關係嘛 你如果說我回來 是要賣要賺錢的 我可能要考慮到 回來還要花多少錢 整理 然後我可以賣多少錢 我可以賺多少錢 對不對 自己要用的不用 不用考慮那麼多 都不用考慮阿 好不好 在這裡寶貴 差不多 好不好 就是這樣買 當然你如果是2.5的 2.7的依照年份車況 就會更便宜啦 剛剛好被我遇到 因為 其他的保時捷我買不起 但是 剛好我們又可以買到S的 讚 30萬 大燈有一點 久 內裝其實也有褪色 好不好 那沒關係 再慢慢陸續做節目 來跟大家分享 大老婆 單身狗 大老婆 單身狗 大老婆 單身狗 好啦期待下集啦 好不好 以後陸續跟大家分享 凱燕跟巴斯爾 然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分享 還有留言 鼓勵我們做更多影片 鼓勵泰山 買其中一台 拜拜 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我愛你 我愛你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 I love you like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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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 love you like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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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泰山準備購買中 按下去啊 Press 然後搬 對 然後按按鈕 好不好 這個抖音影片的名稱就是傻逼也會開的敞篷車 也開得了敞篷車 這個抖音影片就是傻逼也開得了敞篷車 傻逼也開得了敞篷車 你要不要再加上去 要去看 去是這樣子 結束了嗎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